加这个抹过来 其实自用这些点啊 我一直觉得写的都非常大 非常抢眼 那一般临旗的人都会忘记 我把它写的小小的 其实下笔不理一点 点还非常重要 哎呀 这不收笔 因为它这个不收笔 是因为可以回来 再撇这里 然后这个是它用点来代替 拉到下面 点 加 给的密支部是密 但是要写的小 因为它等一下要写那一个 叫做核的上面这里 滑动 有点碰到 可惜了 没关系 嗯 拉出去 然后第一点滑动下来 带上去 再方折下来 带过来 收笔 这个地方就把它压下来 给 牵 牵这个 哇 有点短促 然后这个写的非常滑动 然后再配上一个 扭下来 顺下来的笔法 牵 冰 一样 撇 逆过来 这个直一点 这个细瘦滑出去 再撇过来 向中间集中 然后它这个地方 细细瘦瘦 可是略带方应 然后它这里还收笔回来到这边 然后这个撇的时候很铺开 这个点比较细瘦 拉长 冰 高 点 挑 细细瘦瘦 点 长度 哎呀 右边 比较长一点 点是短的 然后让 下面这个来表现了 待会要弹起来了 所以要心理准备 右边比较长 到下面要弹起来 咦 写字其实都有心理准备 不要看一笔 然后瞎到那里才知道 哎怎么办怎么办 这早就知道干嘛 哎 细瘦 高 哇 这是饱满的底炎 弹起来 滑动以后 折进来 撇 然后细细瘦瘦 逆回来 哎 挑起来 伸插 哇 跳上去 滑动上去以后 哎 一二 吊起来 点这个点略偏高 而且还蛮厚实的 灌 培 耳朵旁 左边的都不能太大 太大会卡住 等于右边的字 这边有点弧度 点可以大一点哦 看起来比较有分量 这个地方要写紧密 否则会松了 细细瘦瘦 拉长 带回来 扭过来 再滑上去扭下来 再扭回来 停住 培 黏 黏比较长 那你就 昏画就要靠近一点 直画就拉直一点 这样姿势就看起来比较长 那上下叠的字 长就是它的特色 呜 拉开 那你就要表现来 然后以车的话 在下面 要站稳 所以间隔距离不能坏掉 可以 然后这个比较长一点 好 最后的关键来了 这个通常是有点弧度扭动的感觉 有点弧度扭动 不要把它写太呆 写太呆 就有点可惜了 粘 曲 逆下去 哇 弹起来 再把 这很蛮长的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样子会有冒险的问题 会碰到别人 弹起来 然后终于这个 哦 非常的粗 写字是有提按的 这个提按就是节奏 所谓唱歌里面的大小声 书法里面的就是提按动作 把它做得出来提按的动作 哎呦 按太凶了 然后扭过来 扭过来 停住 曲 鼓 逆上去 这写的非常的高而长 然后 因为它是要上下堆叠 所以这就要小心 它写的比较细一点 它怕叠不进去 这个细细瘦瘦的 细细瘦瘦细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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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膨胀出来 好 这个靠紧 事实上是碰到了 然后再扁 再细瘦的 饱满的扁 饱满的扁 配上一个爽力的钠 这个钠还蛮爽力的 屈骨的骨